康瑞颱風來襲 台七秉縣長皮湖路段 已经发生土石摊坊 你现在可以看到呢 是大面的土石呢 是严重的摊坊 在早上六点多呢 这个雨水呢 还有这个夹带大量泥沙 直接冲了下来 导致路面双向的部分 是完全被占据的 挖土机来来回回 清理路面正在抢通当中 希望尽快恢复交通 另一头在宜兰乌石港掀起大浪 浪高甚至超过标示感 达到六点一米 画面触目惊心 周围已经拉起封锁线 风势也逐渐增强 其实实际上在乌石港这个地方 浪真的是还蛮大的 但是风的部分 其实已经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风其实你在走的过程中 还是会有一些阻力存在 不只风大 宜兰原山就担心淹水 七贤村的西州大牌 几乎是逢雨避淹 水闸门已经设有三台 固定式抽水机 另外加了五台临时抽水机备站 辅助抽水 积水水位持续扩大 就怕康瑞来袭造成灾情 依然各地严正以待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